美方抹黑新疆存在种族灭绝 强迫劳动 对中国人民来说 这简直就是笑话 美方还就其他人权问题 对中国进行指责 更是不符合事实 完全站不住脚 我愿重申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是世界各国冬奥运动员的舞台 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 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有违奥林匹克精神 损害的是各国运动员的利益 中方坚信 在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我们一定能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共同推动国际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双方表示 按照两国外长 杜商别会晤 共识精神 继续努力推动边境局势进一步缓和 争取尽快 从应急处置 向常态化管控转变 双方就近期中印边境地区局势 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 同意巩固既有脱离接触成果 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协议协定和达成的有关共识 避免现地局势出现反复 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和军事渠道对话沟通 积极筹备第14轮军长级会谈 为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剩余问题 作出努力 作出努力